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股市神秘的买盘 大家都在猜到底是谁 是喔 最后比百亿元 对 说明帮大家带一下 今天的盘是走势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早盘是开高的 结果开高之后马上震荡走低 这一直走在这个轨迹里头 但是收盘之前 砸下114亿元之后的话 尾盘竟然是收红了 到底这神秘买盘是谁 我们等一下告诉大家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 万一圈还是小买 可是期货的空单却是加码 又来到了万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五分钟K的话会比较清楚 这个是拉了大概是有五十二点 那总共是爆出了114亿 哇 谁有这么大的手笔 那这透露了什么呢 因为今天不是七月收了月线 月线是连三跟黑K 没错 可是呢 月线连三黑 我们等一下告诉大家 二十年代历史统计里头的话 往往都会有签点行情 不过我们来看 签点是说往上弹还是往下 往下弹就糟糕了 可是接下来 要说清楚 对 它电话就看得到 那么除了这个指数的方向性之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您刚刚提到 砸下这个百亿元 到底是拉台52点谁的贡献 第一个台积电 第二个联发科 联发科技能重量级的法说里头 今天好像没有理想 五价的表现 会不会有些糟糕的一个行情观察 这个下礼拜马上可以看得到 同时呢 包含在台化国大金中华电信 也就是说 这些全职肋骨当中的话 尾盘出现了拉台 我们就要特别追踪一下 会不会让这个攻击留下伏笔 对 特别你看台积电今天外资是买9000多张 所以外资的一个买超 是不是能够持续的一个表现 倒是这个神秘买盘空投大魔王 大魔王到底是谁 这个行情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呢 从这一开始的话 相对高等的位置 这个1万点这样相对高等的位置 4月28号 也就是说从4月28号到现在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头 跌掉多少 这呈现是一个大跌的情况之下 结果卖超套现第一名 就是在大魔 他是一个空投大魔王吗 砍了有434亿元 可是呢 从这里头推敲 我们下面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7月17号买了37亿元 姐姐这样子看到的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过去在今天 42.5亿元 买超的number one 卖了这么多来买股票 这是合理的 可是逻辑里头 这个买盘的力道 再加上历史统计数字 会不会大魔这个大魔王 开始恢復持股之后的话 行情也开始发酵呢 好 也就是说 他在这一波下来之后 他应该算是套现 400都算大赚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如果再搭手笔的买进来 台北股市是不是有机会了 是不是有机会 这一开始的话 我们要请在 要请我们的永连兄弟 一起来帮我们看一下下 身上这里头的话 GDP的一个表现 从0.64 拜托 原本是3以上 3.05的情况之下 变成0.64 看起来是一个积极的利空 但是GDP是落后指标 对 反而变成利多 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 那其实 我在这边 在讲这个图形之前 我先跟大家讲一句话 在部长讲话 你们有没有在听 他讲什么 税吗 财政部长 之前呢 大家都不讲说 这个股市是跌 是因为税的原因吗 可是呢 我们的部长说什么 跟税有什么关系 我都还没有克正所税呢 对不对 所以它跌 股市跌 是因为呢 经济的因素 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当时大家都认为说 它是推托支持 结果今天大家发现了 哇 春江水暖 部长先知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原先预估 第二季的GDP 是希望能够保住3.05 那结果呢 它一公布出来 今天一公布出来 0.64而已 那可是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GDP 这个下揪到0.64 可是呢 我们的加权指数 有没有跌 没有跌 今天反而是涨了 那所以呢 这个表示怎么样 已经有这个 抗跌的这个因素进来了 那刚才呢 这个苏贤有讲过 这个大摩呢 也开今天进场 买超过42亿 对不对 它为什么会经常买 来 我们在这边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呢 是2002年 10月 10月 当时的低点呢 是在3846点左右 然后一路涨 这个可以看到出来呢 我们的加权指数呢 它是领先 这个GDP的这个成长值 它是领先 一季到两季 按照惯例 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这边呢 2007年10月 涨到9859的时候 这个时候 到了第二年的第一季 它的经济参长率 才达了一个高点 7.72% 可是这个时候呢 已经发生什么 金融海销了 一路跌 跌下来 也是一样 指数呢 到3955 2008年 停下来了 开始强力反弹 可是呢 我们的GDP 负的7.88 是到2009年的第一季 所以你看 又是漫了四个月 好 此后呢 一路上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次的观察里头 你认为说有率先落底的这个味道 没有错 有这个味道 因为呢 我们这个高点呢 是在4月28号看到的 所以从4月28号开始回挡 已经回挡了三个月了 对不对 回挡三个月之后呢 这个时候 今天呢 我们这个指数到个低点 现在呢 今天才公布出来 好 我们原来是第二季的GDP呢 是 因为它摔到一个低点 对 所以刚好是不是也领先四个月 对不对 领先了一季 所以呢 那既然领先一季 那我们现在假设 第三季呢 我们的GDP的成长率 可以达到3.14% 因为呢 在之前呢 我们行政院长已经召集了这些 部会的首长 让大家提出正经警戚方案 这提好几次了 对 我们当然希望有用啦 这个我们 有些事情呢 我们就假装忘记就好了 OK 好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我们假设 现在第三季的GDP 可以成长上来的话 那么呢 理论上来讲 应该也会提前反应 是 所以呢 我们认为说 从季线 还有从这个 这个 每一季的这个经济景气成长 衰退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 我们的这个股市呢 在这边应该有 足底的可能性 好 就在您刚刚这个说法里头的话 听起来有足底的可能性之外 如果再加上 刚刚的统计数字里头 是 月线连三黑 往往有千点的行情 机会来了吗 没有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下一张图 月线图 我们看到 五月 六月 七月 连三月 风火连三月 这个连续三个月都大跌 三个月大跌呢 这一波呢 我们是从收盘指数算 是跌了1355元 跌了13% 是 那我们看一下 过去二十年里面呢 其实呢 几乎 因为我们这个图只有十年 过去二十年里面 几乎呢 你只要月线是连三黑的话 几乎后面呢 都是反弹 大家可以看一下 95年五月到七月呢 连续跌三个月 跟这次一样 也是五月到七月 连续跌三个月 然后呢 它的跌幅呢 是17% 可是之后呢 它大涨 我们这个大涨 反弹23% 涨了1418点 只有算到这里 还没接后面那一段 它只有算到这一波而已 好 接下来呢 这里也是跌三个月 反弹三个月 这边再跌三个月 小反弹一个月 再跌三个月 开始足底了 之后呢 一口气就冲上来 这里是97年五月到七月 也就是金融海啸 因为是金融海啸 因为它是非理性的下跌 所以呢 它在这边跌三个月之后 它是小反弹 一个月 这个是个例外的情况 继续跌 对 例外的情况 可是之后呢 你看 这里也是一样 三个月 开始上来了 对不对 这一波涨得特别大 这一波涨得特别多 同样的 这个是101年的 三月到五月呢 这个跌了13% 跟我们这边一样哦 差不多 跌了13%哦 反弹932点 反弹 因为反弹13% 可是这只是出生段而已 到这边出生段而已 后面呢 一直涨 涨到呢 1014点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 这现在呢 又是三个月 我们讲 最难看了 后面我们假设 真的还有什么金融海啸之类的 这种不幸的状况发生 至少也会反弹一个月吧 这个是最难看的情况 对 那正常的情况之下 现在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金融海啸会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认为呢 有机会 只有选举因素 变数比较大一点 其实哦 我讲句实在话 从这个民国78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大家已经都快要麻痹了 就股市归股市 选举归选举 大家都差不多麻痹掉了 包括了学生事件也一样吗 其实学生事件 我个人认为也一样 所以不会对台北股市影响 对 其实呢 像我接触到一些的法人 还有一些大户 那他们是认为说 这种小孩子的事情 你说反克纲的这个事件 对 因为大家会去再把它去想到说 上一次的那种太阳花事件 对 所以这个变数大不大呢 如果在反弹的一个 其实不算大 因为呢 按照一些这个大户法法案 他们的讲法是说 这个 反克纲这些事情 只是选举的一个前哨的动作而已 选举前哨的动作而已 所以不是什么大事 有没有怎么越说越小声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动作 什么影响呢 所以呢 它的影响不会很大 因为 而且呢 因为之前有这个太阳花的事情 连这个占领行政院 都不会影响到股市了 所以你说 这些事情 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 后来是进攻到那个 占据行政院 对不对 所以呢 整个事情 又是立法院行政院 都没有 这个股市都继续涨 好 也就是说如果 就纪录现行来看 过去除了金融海啸 这一波 跌了三个月再继续跌之外 对 就您来看 现阶段 不管接下来的要选举 是 都不会影响台北股市 不会 月K连赛之后的反弹 对 有机会 好 这次可能其实要拉长 但是如果短线 我们来看 缺口理论 在这时候 是不是可以加以辅助印证呢 OK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先讲季线 过来讲月线 我们现在讲周线 讲周线的话呢 大家注意看 这一个礼拜 它这个是有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 很少人去注意到它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上个礼拜的盘中的低点 是在8733.43点 小数点 点43 那这个礼拜的盘 礼拜一的高点呢 是在8733.24 它只差了0.19点 所以很少人去注意到 这个跳空缺口 可是呢 它毕竟还是个跳空缺口 而且呢 大家可以注意看 它从今年的4月28号 开始一路跌 跌下来的 已经跌了一大波了 之后 它还出现一个 跳空下跌的走势 这个呢 已经出现了非理性的沙盘 勇力兄说到这边的话 其实 他还特别强调一下 像 周这个缺口理论当中 来看这个跳空缺口 尤其周的跳空缺口里头 是一个 表示压力很大 而且还会出现 跳空缺口 从这种角度来出发 有一些恐慌性的卖压 已经出来了 非理性的卖压 已经出来了 捷径了吗 重点是捷径了吗 所以通常 通常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2011年 我们从这一波开始看 这一波呢 也是跌下来 一直 它这一口气呢 这里 对 跌到这边来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个跳空缺口 这边有个跳空缺口 它的跳空缺口的位置呢 对 是在呢 7233点到7183点之间 这个礼拜 跳空下来之后 第二礼拜 它是反弹的 然后呢 它在这边呢 震荡阻底 然后展开一个波段的反弹 所以听起来是 比较不容易出现 V型反转 对 比较不容易出现 因为呢 这个时候会出现这种 周线会出现 跳空急跌走势 都表示怎么样 多头的士气已经溃散了 多头的士气溃散 那需要花时间呢 再重聚人气 所以像今天呢 虽然是尾盘急拉 可是你看 那个成交量 还是放不起来 是 没有放大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大家 可是如果从周线看是保守的 不易出现 V型的反转 对 这是反转 那反弹是有可能 可是如果我们又刚刚看到 月K 连3SOB 有千里行情 那我们投资人 现在应该怎么看 周线上 你这样子看 周线上这样子看 我们刚刚在那边讲 这边呢 一根长黑 然后第二个礼拜 是长红 第三个礼拜 它再长黑 反复打底 打了两只脚之后 它开始往上拉 这一涨呢 从这一个跳空缺口开始 一直到这一波反弹的高点 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 我接着可以看 如果比较短线看周线 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反复出现打底的机会 没有再破低 那就有可能会顺着 过去经验 连续三个月黑黑之后 有千点的行情 可以期待 展开一个千点的反弹 这个机会 机会很重要 对 相当大 尤其是呢 你看这一次呢 是比较呢 因为跌得很深 那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 这边呢 它震荡四个礼拜之后 立刻呢 大涨 再创新高 这里也是一样 再创新高 这边呢 更是一样 再创新高 对 所以机会非常大 那也就是说 周线接下来 就要薄饼 不要再一直破底了 非常重要 对对 但是呢 我们看到 那企业的一个状况 到底是如何 也是一个指标 包括了今天重头系的 就是开发 所谓联发科 哇 对于在下半年 其实是 还是保守 他就说 现在他们认为说 客户下单 是倾向比较保守 所以下半年 恐怕要成长 超过三成 他们在今年 锁定的营收目标 才可以达到 我们来看 大陆手机 美族新旗舰机 MX5 采用联发科 最新高阶晶片 不过却无法掀起 市场涟漪 联发科第二季 营收470.43亿元 净利63.77亿元 每股盈于4.06块钱 获利和去年同期 几乎摇斩 但因全球新鲜市场 以中国大陆经济前景 能存有不确定性 客户订单相对保守 第三季 以及温和的成长 此外 3G LTE 价格竞争加剧 对下半年 的营收 以毛利率 将持续造成压力 需求不振之下 也逼得联发科 正式下修 今年手机晶片 出货目标 从4.5亿套 降到4亿套 降幅约11.1% 预估第三季 合并营收 517到550亿元 全年营收 可能比去年 下滑5%到10% 全球经济 经济这个前行 比较不明朗 最近就有什么 汇率变动 欧洲债 中国大陆的 股市的修正 等等 确实是有影响一些 这个终端的 这个消费力 而且我们的客户 下单的是 比较谨慎 所以我想 这整年的 这个 这个 我们的出货目标 有下修 包含刚讲的 自卫型手机 跟平板 我们都大概 下修目标 大概下修10% 听到联发科 对下半年 预估等于第三季 要成长将近 30% 外资不免 在心中打上问号 看来要挽回 市场信心联发科 真的得要狠拼才行 三选王明辉 李轩 综合报道 好 所以今天联发科 所释出的讯息 是比较保守的 那请教委帮大家解读一下 法术会登场 那这几档的指标股 后续的展望是如何呢 所以我们先打分数嘛 对不对 我先把分数写上去 等一下我们再一档一档讲 哇有80分的 这是剩几天最高分 为什么你给他80分那么高 待会我们再来好好解释一下 林华几分 林华我给他85分 我还给他更高 你这个水平 出现55分了 而且是文贸 这两样起 两样起 我想我给的分数 应该跟市场上投资朋友 想的大概差很多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联发科 因为联发科 他今天的那个法说会 讲得非常不好 可是呢各位要知道 就是说联发科 其实我们看一下 他的一个技术面 联发科其实他已经跌一年 他从去年 去年大概7月500多块 已经开始连续跌一年 所以说呢 其实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去特别去记住 就是说股价会说话 你今天看到的所有的 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 基本上来讲的话 都是其来有志 那个股价这一条 这一条两年线 这2402年线 他的一个走势都已经走弱了 那我给他的分数给不高 并不是因为说他今天的法 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外资已经开始买超了 那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外资还会买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纯粹以技术面来讲的话 他因为他跌太久了 所以呢跌到皮掉了 所以呢他未来他可能 我觉得他可能他会横向整理 他会横向整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联发科我给他的一个分数 就没有这么高 那另外来讲 我们来看这个汉维科 汉维科他是台北股市的一个股后 对 股后我给他给80分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如果 你从他的一个法说会来看 第一个基本上他的一个 法说会的一个展望非常好 他第二季 EPS赚一个股本赚9块多 然后呢他虽然他第三季来讲的话 他半导体的一个前景展望 没那么好 但是呢他又说第四季来讲的话 在整个下半年的表现 他会比上半年还好 我们假设他们法说会讲的都是真的 我们假设就是说 他们法说会讲的都是真的 如果以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的话 那我们从看到他的一个股价修正来讲的话 基本上这里是一个强劲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如果说以这里他是一个长线的 其实他已经跌到去年的一个 强劲支撑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就算是弱势反弹 0.382的弱势反弹 他也应该要至少到1850块 到1900块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至少给他一个弱势反弹 因为台北股市我们刚刚从 有年兄的一个解释来讲的话 就是说基本上台北股市跌到这里 大概是已经落底了 所以说汉维科从他的一个法说会的表现 跟他的股价的走势表现 以及电子检测数这个市场来讲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都还是属于比较正面看待 再加上汉维科他这个电子检测数的 他还是属于一个寡占市场 还有这些东西 好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个 那林华我给他最高分 其实是我看中的是他的前景 而不是说接下来第三季的一个展望 因为他讲第三季的展望会比第二季减少 但是他又说第四季又会 因为第三季会比第二季减少 只是因为第三季是传统旺季 那林华我们都知道他做的是机器视觉 那之前在两个月之前 机器人概念股很强的时候 这一段的时候 大家都说林华有多好多好多好 所以他并不会因为这一段的技术修正 而且各位可以看得到 他连这条蓝色的线他都没有破 这个技术修正就改变了他未来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认为林华他这个题材 机器人的题材 再加上他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前景展望 只要下半年的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他的一个比如说面对到选举 有选举行情 我觉得他是有可能过这个高点 他是有可能过这个高点 因为他的修正幅度少的话 他未来反弹的一个幅度 是有可能过123.5元的高点 所以我会给他85分是这个原因 短线就有机会反弹吗 我觉得因为短线台北股市 基本上已经跌得差不多 因为融资已经跌 融资已经降到了金融海啸的水位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这个现在只是一个信心面的问题 所以林华我会给他比较好的分数 那另外来讲这一档稳帽 我想我对稳帽的一个评价比较惨 我给他只有给到55分 我想这一定是跟市场上的一个 大家的印象比较不一样 可以代表PA吗 你这个观察 我不是代表 这对他而已 对对他 为什么 因为在整个PA族群来讲的话 我们要看就是要 我之前常常讲就是说 我们在看一个产业来讲 要看要看老大 洪杰科 就是看洪杰科嘛 那他既然是属于老二 而且的话 而且他的筹码 我说真的 PA三雄的筹码都淋乱 光以筹码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未来他要反弹就很难 另外来讲 我们从稳帽的一个近期的跌幅来看 我们看一下技术面 你就会发现说 不得了 两个月的时间 把今年整个上半年的涨幅 统统跌完 那这种跌法 就代表就是说 那他今年上半年涨得有点虚 所以说对于这个稳帽来讲的话 我给的评价没有很高 那至于说华邦店 虽然他有一个库存 库藏股的一个加持 但是在下半年的涨幅 以Windows 10来讲的话 第一个 他不会造成太大的换机潮 第二个来讲 Windows 10 Windows 10来讲的话 他对于记忆体的需求 就是他的规格没有要求这么高 他不会刺激到记忆体的成长 所以说 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 的一个空头反弹 所以我给他的分数是最低的 好 谢谢家伟兄 这是在这几个重点的法术会当中 另外一方面 放眼到下个礼拜的行情里头 马上邀请我们的主席 一起来看一下下 在下个礼拜的行 这些个别股的法术里头 还包含像红打电 这几个重点 好 这个礼拜我们都知道 法术会并没有造成盘面有多大的刺激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听到太多好消息 所以盘面上在反映的就是预期以外 如果说我们预期这家公司 就跟我们预期GDP一样 第二季有谁估到3%以下的 当他今天出来的时候 下坏了盘直接打到盘下 就最后是大摩把它拉起来 所以说现在这个行情要玩的就是预期 你预期好不好 大家说开法术会 通通都是好公司才在开法术会 不好的公司他会开法术会吗 不会 好 所以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这当中最重要你去观察 他现在的状况是好或不好 好 就跟严华一样 严华在今年上半年表现得非常的好 他六月份的营收创新高 第二季的营收也是创新新高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第二季的营收 他还比去年还成长 严华也在现在最热门的路上 他是机器人工业电脑 所以他订单非常稳 他不是那种会大起大落的公司 所以这样预期他下礼拜会释出更好的消息吗 不错的消息 要经验喔 没有经验是可能 而且老板讲的话也算后高了 对 所以说像严华这种工业电脑的 他是台湾工业电脑的指标 最大的一家公司 现在你有看到 一二三四天没有在创新低 指数在这四天是在低档盘旋 只有两天没有创新低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他已经领先大盘先见到地 然后这一波大盘创新低 他没有创新低 所以说他在现在来说 是一档值得留意的一档股票 其他我比较不敢讲 像世界新境基本上还OK 但是他的营收就跟去年差不多 他的新厂 去年跟南亚科买的新厂 今年慢慢加进来 理论上营收要成长 但是今年半导体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好 所以说基本上是持平的 但是各位要去注意 你去算算看 去年赚三块三 今年也应该可以赚到三块 所以他股价 现在三十七 差不多 也不算高 也不算低 大概就十二三倍 他如果再下来十倍十一倍 大概也下不去了 所以其他的像一龙店 做触控IC的 今年试况真的不是很好 因为触控面板也不好 IC当然也不会很好 可乘跟凯胜就是比较好了 他在做机可的 因为Apple有新的手机要出来 像凯胜他是做MacBook Apple的笔记型电脑 所以他基本上也稳定 可乘也稳定 那他们的线型的位置呢 你可以看到 这是凯胜 事实上凯胜 他这一波几乎跌幅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是 所以在基本面的支撑之下 像可乘凯胜这种股票 基本上下档空间 就相对就比较有限 主席会选凯胜还是可乘 当然 他会选宁华 事实上这几檔 是不是 事实上这几檔股票 都不是不太是我投资的标的 因为我喜欢玩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错了 他会选宏达电 真的吗 宏达电也很重要 我来听听看 宏达电他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构筑底部 所以基本上宏达电 他是不是已经见底了 都还是一个问号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到 还没见底 他随时一根藏黑下来就创新低了 所以这种股票 千万不要去碰 等底部上来 他上来下去 上来下去 你家Butterfly 2 可以买一送一开始在清库存的 那没有毛利 那只是把他毛利 营收拉起来 不会赚钱没有用的 所以说这些股票 各位可以冲高一下 所以这些股票各位也不要期望太高 真正重要的还是要去观察 指数是不是在这个低档区 所以那你讲到重点也是我想问的 那既然下个礼拜法说 从您这边解读出了 好像没有太多期待 那你还有什么题材 下个礼拜台股会涨的 台股在现阶段短线它会反弹 因为所有利空都出来 现在坏消息 除非有新的坏消息来 对 OK 如果没有新的坏消息来 台北指数会在8500 五六百点 这边晃 但是我们还是在等坏消息 坏消息一出来的时候 如果下来 不管从技术面 刚刚技术面永连先生 已经讲了很清楚 三个月的越黑 然后往下 都是买点 然后从基本面 GDP的创新低 然后下来 也是一个买点 另外 整个的一个股价净值比 下来到1.5以下 通通都是中长线的买点 所以我还是强调 8300到8600 是最好下半年 最好的一个买点 所以现在反而是要 坏消息是好消息 要等待买点的一个机会了 没错 好 好 谢谢主席 好 在刚刚主席 特别谈话当中的话 哇 这听起来的话 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如果真的有下去的话 就是好机会 我们准备要先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现场的话 其实这里头的话 有一些个品股题材 包含TPK到底怎么看 真的是利空吗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Zither Harp